浴室是我们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它不仅是我们洗去污垢和疲惫的地方 也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 如果浴室里能有一些绿色植物 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舒适和健康 浴室里的绿色植物 不仅能给你带来清新的视觉享受 还能有效地进化空气 改善浴室的湿度和气味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适合在浴室里生长 有些植物可能会因为缺乏阳光或者过于潮湿而枯萎 那么哪些植物是浴室里的最佳选择呢 下面我就为你推荐12种最适合浴室的植物 让你的浴室变成一个绿色的天堂 1.虎尾兰 虎尾兰是一种非常耐阴耐湿的植物 它的叶子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也可以吸收甲醛等有害气体 虎尾兰有很多品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颜色和形状 虎尾兰可以放在浴室内的任何角落 只要注意不要让土壤过于干燥 或者积水 2.吊兰 吊兰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 它的叶子呈现出优雅的弧形 可以垂挂在浴室的墙壁或者窗台上 吊兰也是一种很强的空气净化器 它可以去除甲醛 一氧化碳 本等有毒物质 吊兰喜欢温暖湿润和半阴的环境 不需要太多的阳光 只要保持土壤湿润就可以了 3.卢蕙 卢蕙是一种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富含水分和营养 可以用来做面膜或者治疗创伤 卢蕙也可以净化空气中的甲醛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等有氦气体 卢蕙喜欢阳光 但是不耐寒 所以要避免放在冬天太冷 或者夏天太热的地方 卢蕙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 只要浇水时让水流过叶子就可以了 4.波士顿蕙 波士顿蕙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性蕨类植物 它的叶子呈现出深绿色和波浪状 非常有质感和层次感 波士顿蕙可以有效地去除 本、三绿乙烯、甲醛等挥发性有害物质 波士顿蕙喜欢高温高湿和半婴或碧婴的环境 不耐寒和强光直射 波士顿蕙需要定期给叶子除尘 并保持土壤湿润 5.黄金阁 黄金阁是一种攀原性植物 它的叶子呈现出金黄色和绿色相间的斑马纹 非常醒目和时尚 黄金阁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本等有毒物质 黄金阁喜欢温暖湿润和半婴的环境 不耐寒和强光直射 黄金阁可以用水培或土培的方式种植 只要保持水分和土壤的适度就可以了 6.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是一种长青植物 它的叶子呈现出椭圆形和深绿色 非常有质感和光泽 无花果树可以有效地去除家具和地毯 释放出来的污染物 也可以抵抗一般植物不能忍受的有毒气体和大气污染 无花果树喜欢温暖湿润和半婴或碧婴的环境 不耐寒和强光直射 无花果树需要经常给叶子除尘 并保持土壤湿润 7.富贵竹 富贵竹是一种龙穴树树植物 它的精呈现出圆柱形和深绿色 非常有质感和生命力 富贵竹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本 甲醛等有毒物质 富贵竹喜欢高温高湿和半婴或碧婴的环境 不耐寒和强光直射 富贵竹可以用水培或土培的方式种植 只要保持水分和土壤的适度就可以了 8.绿螺 绿螺是一种攀原性植物 它的叶子呈现出星形和浅绿色 非常有活力和可爱 绿螺可以绿除甲醛 还可以分解复印机打印机等排放出的本 是办公室净化空气的好手 绿螺喜欢温暖湿润和半婴或碧婴的环境 不耐寒和强光直射 绿螺可以用水培或土培的方式种植 只要保持水分和土壤的适度就可以了 9.花椰菜 花椰菜是一种十字花科植物 它的精呈现出圆锥形和淡绿色 非常有质感和美观 花椰菜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本二氧化硫等有毒物质 花椰菜喜欢温暖湿润和半婴或碧婴的环境 不耐寒和强光直射 花椰菜可以用水培或土培的方式种植 只要保持水分和土壤的适度就可以了 10.仙人掌 仙人掌是一种多肉植物 它的精呈现出球形或柱形和深绿色 非常有质感和个性 仙人掌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并在夜间制造氧气增加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 仙人掌喜欢阳光 但是不耐寒和过于潮湿的环境 仙人掌不需要太多的水分 只要在土壤干燥时浇水就可以了 11.鸭角木 鸭角木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性植物 它的叶子呈现出扇形和深绿色 非常有质感和装饰性 鸭角木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本二氧化硫等有毒物质 鸭角木喜欢温暖湿润和半阴或碧阴的环境 不耐寒和强光直射 鸭角木需要经常给叶子除尘 并保持土壤湿润 12.薄荷 薄荷是一种香草植物 它的叶子呈现出卵形和浅绿色 非常有香气和清凉感 薄荷可以净化空气中的异味 还可以驱赶蚊虫 是浴室里的好帮手 薄荷喜欢阳光和湿润的环境 不耐寒和干燥 薄荷可以用水培或土培的方式种植 只要保持水分和土壤的适度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为你推荐的 12种最适合浴室的植物 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点 可以让你的浴室变得更加美丽和健康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浴室的条件 选择一种或者几种植物 来装点你的浴室 让你每天都能享受到 绿色植物带来的清新和舒适 希望你能喜欢这篇文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 谢谢你的阅读